法师,我们曾经在戏剧里或者听长辈说过,冤死的人会被囚禁在亡死城,妇女难产而死,会永远待在雪屋池里受苦,等等这些,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啊,玉力宝钞里面有讲到这些吗? 因此诸神都很慈悲很周到,不仅针对许多民间误传的观念做了详细的辩明,还记载了各殿神明与诸佛菩萨的诞辰,好让我们可以在这些殊胜的日子多行善业,累积福德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是世人误传的部分 亡死城围绕在本殿的右侧,世人总误认为凡是受伤战死或冤枉而死的鬼魂都归入此亡死城受罪 这种谣传既非成事,便传成实 其实,冤须而死的人怎能再加以无辜的苦心呢? 事实上,冤须而死的鬼魂,各等到害死他的凶手,死亡拘拿盗案之时 亲眼看着凶手受到苦刑,冤死者心中的愤恨得以消除 直到被害冤魂重新投生之日,方将凶手提出解发各殿的地狱,按其罪恶收进去受刑 并非所有被害的冤魂都要来亡死城受苦 尤其是忠、孝、杰、义的人,以及为国牺牲的军官士兵 这些人,有的早已因其杰操成为天神 至少也能面貌庄严,四肢完美地发往湖地投生去了 哪有进入亡死城中受苦的道理呢? 写屋池,设在本殿后面的左侧 世间的人误听道姑所说 以为凡是妇人生产就是有罪 死后即发入血污池受苦 这真是错得离谱啊 妇女生产是天经地义的事 即使难产而突然死亡 绝不会怪罪她的尸鬼污秽而发入血污池 发入血污池的罪过因由 有一 生产后未超过二十天 就接近紧造细地衣服 将血污之衣晒亮于高处 污秽了神明 此罪应归一家之长的有三分 归该妇人则有七分之罪 二 无论男女 凡是无顾忌地在神之前 或是佛之后构心防侍 或者不忌讳日程 例如五月十四 十五 八月初三 十三 十月初十 这五天 男女半进刑房 以上两种情形之人 于神明降下恶极 突然死亡后 并在阴间便受诸地狱的苦刑后 半刑严重者 还得永远尽在血污池中 不得出头 三 无论男女在世时 喜好宰杀生灵 动物 无邪渐染的除灶 经典 书籍 文章 有字的旨 祭祀的器皿 以及亵渎神国的庙堂 此种人 此种人在受过各种恶行 地狱诸苦后 在戒道血污池 进入其中 不能轻易地出头 如果阳尺的亲属 能够有人立下大院 代为戒杀 买生灵放生 放生的树木 足够之时 再如素 供养神佛 并且 礼拜曾经 遭血污汇的金颤 禁字字 禁金书 方能超脱 他在地狱的苦行 世间的男女 有以下的罪过 责罚 身为山金水怪 一 看到 或听到众生的疾难 力量足够去救助 却不救 二 受人恩惠 却故意忘记 反而寄怨 而想加害恩人 死两种人 虽然屡计功德 诵金持咒 不失贫苦 希望成就先到佛道 死后 虽然因其功德 免入各地狱受苦 但是 却乏为 痴魅 山腰 树神 水怪 僵尸 游魂 或者副灵性 在狐狸 熊皮 骄蛇之类身上 有的上百年 有的数十年不等 假如 能够醒悟前飞 尽力助人 借此修养之德 才能投身福地 反之 假若乏为山金水怪之后 不好好的收敛行击 反而运用神力 迷惑或惊吓世人 在作祟的罪恶满淫之日 必遭灵光 急赞 化为剑 永世不得超胜 世间的人 总是误认 常显灵的鬼神 为某正神 因其名号 而尊敬至极 实在是荒谬至极呀 其实 那大都是 世间男女 在生时埋藏钱财 死后 仍执着不舍 致使魂魄 只守在埋浅之处 由于担忧被挖掘 所以常常献出鬼形 来惊吓人 以致被误认为 献神祭 有些福报较薄 阳气衰微的人 往往惊吓成病 或者竟因此死亡 其实 这些阴魂 都是前朝当官之人 由于生生世世于痴 不误世间无常之理 才执迷如此 阴间的神明 鬼族 因为念在他们在世时 没什么罪过 而且仍然听从管手 这正是所谓的财劳鬼呀 必须一直等到他 得闻佛里之点破 教化后 了悟到 不只身体 非我所有 连一切有形的财物 与无形苦乐的感受 一切的造作 与意识分别 都毕竟是空 即缘起幻化的形象 才猛然觉醒 身体尚且不是 我所可以拥有之物 何况是财博 若能舍弃 对生前财物的执着 方能投生到福地 也有一些 长久迷恋的鬼 一直守到灵光 被集散成剑后 才无可奈何地 放弃舍去 等待有集散 有福气的人出现 自然取走财物 世间上的人 假若文剑鬼怪出现之处 能向神明立下重视 并祷告 愿意将取得的财物 十分之三 替原持有者做功德 积民福 再将十分之三 替原持有者 代为买生灵放生 十分之一 帮助贫苦之人 十分之三 归自己享用 如此发愿之后 再与取用 便有正神相助 可以保证 受用而无妨碍 团在阳世时 临有心想从军的人 自从奉命去 剿除叛乱的那日开始 假若能努力作战 并且不曾犯奸 纵过危害民间 这种人 虽然战死 伸手易处 尸骨四散的人 即使从军以前 曾犯过错 到因此 一概可免受苦刑 仍准许完全 恢复原体 从第一殿 殿名完毕 立即交给 第十殿 发往狐地 投身为男女 一辈子 平安吉祥 得到善终 假如是相互泄斗 凶杀而死 或者加入贼方 战死的判犯 死等人 死后皆 最佳一等 各兆生前 所犯罪事 进入各地狱 去受苦 世人都误以为 殷私 只有十八层地狱 这是错误的 其实是 八层大地狱 名称分别是 第二殿的 国大地狱 第三殿的 黑神大地狱 第四殿的 和大地狱 第五殿的 叫唤大地狱 第六殿的 大叫唤大地狱 第七殿的 热闹大地狱 第八殿的 大热闹大地狱 第九殿的 阿比大地狱 八重大地狱之外 各另有十六个 小地狱 即封都殿 左右方的 血污池 与王死城 大小总计有 一百三十八处地狱 此外 又有铜柱 破坟 分别施加 刑罚的地方 凡是分发到 一处受苦 虽然刑罚到 皮胶肉烂 精断骨碎 脏血毛发皆无 假若借到 另一地狱用行 完全照 出死的魂样 又恢复起 批法裸体的本身 再受痛苦 每一殿 每一地狱 皆如此 切勿以为 只有十八层地狱 就像人生 只有百年 很容易 就过去了 若是造作 影词 写色情小说 描绘印制色情图画等 或传血堕胎 迷幻药 强奸药的配方 只要以上的 纸板不消灭 虽然经过千万劫 也难以脱离 在诸地狱 轮流受苦 以上的资料 十殿严均捕猎完毕后 发给判例 分别 散血成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